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因为肾病在早期的时候 我们人体几乎感觉不到 特别明显不舒服的症状 等一旦发现它的时候 很有可能已经到了 尿毒症这个阶段了 我们在短片当中 将去认识一位12岁的小童童 她就发生了这样的问题 12岁的童童 在一次偶然的化验中 被发现有贫血的问题 于是童童的妈妈就在网上 搜集各种食补的方法 几乎顿顿饭里 都有菠菜和动物肝脏这类食物 当时就是想着食补人说 多吃菠菜呀 猪根啊 它总是挑食嘛 根的啥都玩着不吃 一吃你嘴里就吐就恶心 总觉得孩子们 缺点性贫血挺多的那种 就也没在意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 童童贫血的问题 不但没有好转 反而更严重了 这下童童妈妈有些紧张了 贫血为什么总是补不起来呢 她觉得有必要趁孩子放假 好好检查一下 还半年前这个情况呢 吃饭不好 贫血 现在鸡肝1800多 正常值是133以下 超过707个尿毒症 太高了 这么高的脊肝 孩子非常容易出现抽风 我们就叫做尿毒症脑病 血色素65克每升 有高血压 肾脏也萎缩了 所以这是一个慢性肾酸 尿毒症是明确的 下一步就得做脱西 所以这是要急的情况 需要尽快抽 检查的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童童竟然患上了肾病 而且已经发展到中末期尿毒症 有点觉得不真实吧 好像就不可能的 总觉得晴天霹雳吧 我老公跟我说了 不能表现出那啥的一面 孩子面前我们就是 还是该怎样怎样 必须还坚强更没事的一样 别让孩子心里有压力 有负担 我要是看得冰那啥不行的 我自己就跑卫生间 把水开开 我就哭一会儿哭一会儿 然后出来了 影响中感觉是不自治症这样的 但是现在吧 现在这会儿就是相信 这个科学也进步了 咱就是以后很多鼓励孩子 好好的看病 入院后 医生仔细询问童童的情况 童童妈妈这才回忆起 原来早在一年前 孩子就已经出现了泡沫尿的问题 孩子上厕所尿嘛 他尿完我就去了 我一看就有泡沫 以为就说是糖高了 是什么了 现在也就想了 我为啥就没有查 童童现在每天都要接受 三到四次的附膜透析 这样的生活 很可能伴随他一生 谁都不会想到 一个十二岁的孩子 也会得上肾病 所以为了让大家更多地了解 肾病出现的早期反应 今天我们也请到了 两位特殊的嘉宾 先来欢迎杜先生和王先生 欢迎两位的到来 杜先生我们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杜君 今年61岁 我发病的是比较突然的 就看着急诊 所以当时就输液 输液呢 当时一交费 我爱上说 问医生为什么交 500块钱 那球蛋白的付钱 医生发 我们不上球蛋白 我们就全身血酸了 我们都没法治 所以当时比较危急 第二天呢去看着门诊 就要求开了住院单了 就这么一情况 我叫王小松 今年58岁 我去院检查的时候 肌肝已经一千多了 好像是700 应该就是尿毒症了吧 反正当时挺危险的 后来也去过医院 然后给的结果就是 要不然透析 要不然移植 然后后来不是 就找到周大 可能两位的 切身的经历 和发病的情况呢 都能够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人呢 在发现自己肾脏 存在着损伤的时候 已经是到了一个 肾病晚期的阶段了 那难道在早期的时候 我们就感受不到 身体给我们发出的 警示信号吗 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 我们国内非常权威的 肾病方面的专家 让我们欢迎来自于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 周福德主任医师 欢迎周主任 您好 周主任 欢迎您 主持人好 周主任每天都会看 很多来自于 全国各地的肾病的病人 所以相信在您的 工作经验当中 应该见到很多 来的时候 已经很晚的病人了吧 是的 这下短片放的 童童 12岁 来的时候呢 已经没有机会了 已经是中卧系生病 就得长期接受透析治疗 肾脏是很重要的器官 它一旦受伤害以后呢 有很多表现 你比如说 第一个排水功能 排水排不出来 还有呢 它体内有毒素排不出来 它可以影响各个系统 比如说脑子 神志可以出问题 心脏可以出现 心功能不全 心慌 高血压 消耗道也可以出问题 消耗道吃不下去饭 还有皮肤 骚痒 还有血系统 都可以受到累积 一些呼吸到 传染病爆发的时候 肾病的病人 它容易感染 特别是尿毒症病人 抵抗力很低 所以这肾脏很重要 如果肾脏不工作 这个人 生活质量 受到很大影响 我们血液透析的病人 增长也是 速度很快的 到19年 我们在透的血液透析病 63.2万 这是来自于我们国家的 透析登记的统计数据 我们肾脏透析病人 也是上升很快的 现在19年统计数据 10.3万 再加在一起 将近75万 就是说我们现在 有300万 中膜期肾衰的病人 接受透析的 大概占4分之1 那什么样的信号 出现的时候呢 您就得警惕 肾病已经出现在 我们的身上了呢 其实这第一个信号 和我们这张图片 有一些关系 大家看 是红枣 花生 和红豆 您肯定特别好奇 难道吃了这些东西 会得生病吗 其实并不是啊 那我知道杜先生呢 对这三样食物 是非常熟悉的 您可以解释一下 这三种食物 跟生病 是一个什么样的联系 2015年 我母亲啊 做手术 要求家属得背血 当时我55岁 一下抽了我400cc 抽完以后呢 我就感觉 哟 人生没劲 发凉 我一年多啊 反正基本没怎么下楼 因为就是老是没有力 后来人家说啊 你回去休一休 多吃点的红枣吧 红枣吧 我写的东西 慢慢能缓一缓 所以我就老想 多吃这些东西 补一补 我想呢 可能因为就是 缺血的造成的 一点抽那么多 男东这不好补充血液 特别令年龄 年龄比较大 那王先生呢 在发病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出现贫血的一些感觉 我当时确实有贫血 那是住院以后查出来的 血液素大概是80多 正常值应该是120到160 挺低的 对 就算中度贫血吧 但是也就是感觉疲劳 觉得是可能工作 比较辛苦累的 就没想没往这块钱 也没太在意 所以呢 你看杜先生和王先生 都在发病的过程当中 出现了贫血 而且我记得 短片当中的小彤彤 也是出现了贫血 这是一个巧合 还是说贫血 实际上跟肾病的发生 有直接的关系 对 其实贫血 是肾当病的一个信号 我们有些病人呢 就因为贫血 去血液课去看 像童童 一开始就去血液课看 以为是血液病 就一查检查 肾衰竭 首先是得了肾病 然后导致了贫血 也是这个关系吗 对的 我们叫肾性贫血 我们看看国外 它统计的数据 贫血病原 五大原因 第一个原因 炎症 第二个原因 铁缺乏 第三个原因 叶酸缺乏 叶酸和铁 还有维生素B12缺乏 就叫营养菌贫血 第四个 慢性肾衰竭 这是一个贫血的 一个很常见的原因之一 这里我要纠正一下 现血不会引起贫血 因为我们体内的呼吸胞 它有新生代谢的 我们体内的呼吸胞 大概一半都要死亡的 所以现血 不会引起严重症状 体内有很好的造血功能 那我现在理解了 为什么当贫血症状出现的时候 大家都忽略了 因为我们可能通常见到的是 因为血铁所引起来的血 那为什么当这个肾脏 如果出现损伤的话 我们会有贫血的 这个症状出现呢 我们看一下 它的发生机制 第一个机制呢 就是肾脏产生一个 生血的激素 叫畜红素 它可以让红细胞生成很多 肾脏有病了 分泌畜红素少了 引起贫血 第二个原因呢 肾脏面病人常常吃饭不好 它可以出现铁缺乏 叶酸缺乏等营养的贫血 第三个原因 红细胞的寿命受到影响 有毒素的作用 影响了呼吸包的寿命 它红细胞生存时间少 呼吸包寿命短 出现贫血 贫血是尿毒症必然有的症状 只要是尿毒症 它一定有贫血 所以有必要提醒大家 来关注自己身体的一些感觉和变化 你比如说什么症状出现的时候 也就意味着贫血了 第一个就是乏力 没劲 你看刚才我听着王先生讲了 他当时得病的时候没劲 如果你去高原 那种缺氧的环境下 没力气 就跟贫血症状一样的 因为我们这个血红蛋白 它发挥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带氧 给各个器官携带氧气 一旦贫血以后 带氧的功能影响了 减少了 就可以产生乏力 第二个症状 面色发白 没有血色 没有血色 你看那疼痛 就是脸色不好 到医院看贫血 第三个呢 心慌气短 贫血你跑步 你爬楼 你可能会 要觉得气不够用 心跳快 第四个症状 就是食欲不振 原来我们在病房 我们见到一个病人 生活能很好 就是精度贫血 吃开饭 食欲不好 我们解释不了 它的食欲不好 什么原因 我们就请我们消化科专家 给我们看了一下 消化科专家说 这个症状可能跟贫血有关系 输了400毫升血 第二天 胃口大开 所以贫血 可以引起这些四个症状 乏力 面色苍白 心慌气短 食欲不振 其实我觉得 这些症状 有可能会被大家忽视 但是每年的体检 咱们不是都有 那个抽血的项目吗 对 是不是抽一个血 就能够看得出来 是不是已经出现了贫血了 就可以了 我们贫血诊断标准 有三个人选 第一个男性 血纹蛋白低于120克每升 叫贫血 第二个非妊娠的女性病人 血纹蛋白低于110克每升 叫贫血 孕妇 血纹蛋白低于100克每升 叫贫血 所以刚刚我们提示给大家的 就是贫血 其实就是肾脏发生一些 受损的早期信号了 如果一旦这个信号 在您身上存在的时候呢 就需要赶紧去就医了 不要耽误了 再查一句 贫血 看血科一定要查肾功能 这是一个基本的检查 如果说你不查肾功能 你发现不了肾脏病 没错 没错 什么样的信号和肾病 也有着直接的关系呢 我们来看第二个信号 请上道具 先来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演示 大家看啊 看到了吗 有很多的泡泡出现了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泡泡呢 是在短时间之内啊 就破掉了 那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跟泡泡相关的 泡沫尿 我想问一下杜先生 在您发病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出现过 在尿业当中有泡泡的情况 我去长途 从北京自驾游去上海 路上呢 腿肿了 后来我就打电话给家里孩子 说你看看腿怎么要肿 母孩子说 你看一看你的尿 有没有泡沫 我一看 确实有 因为男同志站着尿尿 肯定会产生一泡泡 但是说这个泡沫是不是 马症能消失 我一看 消失得慢 我就确认 就实时就是跟孩子说了 孩子说你赶快回来吧 别再往前走了 我在确诊之前的一两年 就出现过泡泡尿 然后也是没太在意 就觉得很正常的吧 后来有一次是吃了退烧药 然后喝了点酒 之后就觉得泡沫尿 增加了很多 那当出现泡沫尿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到 是和肾脏受损有关系 没有这个概念 因为那会从来不生病 所以根本不会去往那写 所以也是忽略了身体 给我们发出的警示信号了 对 所以出现泡沫尿 是不是和肾病的发生 有着非常直接的连续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本栏目由中国红行动 独家冠名播出 出现泡沫尿 是不是和肾病的发生 有着非常直接的联系 这个泡沫尿啊 是肾脏病的一个常见症状 但这里我要强调一下 泡沫尿只有三分之一的人 肾脏有问题 不是说所有有泡沫尿的人 肾脏都有问题 那为什么会出现 尿里有泡沫的情况呢 我们可以做个实验看一下 好 我们可以更换道具 泡沫尿呢 三分之一其实有蛋白尿 蛋白尿就其实肾脏有问题 我用这个道具呢 给大家阐述一下 为什么会产生蛋白尿 好 其实泡泡就是尿里的 有过多的蛋白了 好 这个道具呢 就代表的是 剩小球的滤过膜 有小孔 那么我们体内的 有一些正常的东西 有大分子的 有蛋白质 还有一些水分 你看 还有鸡肝 小分子的毒素 可以通过孔排出毒物 这正常的过程 可是有肾病的时候 这孔变大了 我们就 哇 变这么大吗 变这么大了 哇 变大了的时候呢 这个小的玻璃球 肯定能排出去 到了平方球 就从这孔掉出去了 这个是用来模拟什么呢 模拟蛋白质 白蛋白 球蛋白 都可以通过肾脏丢失 这些其实是对人体 有益的一些东西 有益的东西 蛋白有很大的 很重要的功能 可以维持我们营养状态 可以维持我们正常的抵抗力 你看顺便的别人 丢了蛋白 抵抗力一定容易感染 所以它体现在尿液当中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泡泡 对了 对了 所以我想问一下 两位先生刚刚也提到了 自己在发病的过程当中 确实是有泡沫尿的 那我们这里呢 有一张图片 大家先来看一看 您看这个图片上呢 其实是有四个不同的 泡沫尿的状态 那杜先生您对照一下 当时您尿出的尿 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好像是第四种似的 老是在上面飘着 就既绵密 数量有很多 对对对 外消失 王先生您呢 您的尿液大概是属于 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应该是第四种 大概多长时间会消失掉 你有没有观察过 好像基本不消失 不消失 没准备消失过 对 那周主任大概哪一种状态 是很像我们肾病病人 尿出的泡沫尿呢 首先第四个肯定是 因为这个泡沫呢 很细小 而且很厚 持有时间很长 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 蛋白量都比较大 这两位先生 当时的尿蛋白量都非常大 叫肾病范围的蛋白尿 因为这是一张图片 大家可能没有太直观地认识 咱们能不能够结合道具 让我们更多的朋友感受一下 真实的泡沫尿 好啊 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 好 这个是鸡蛋清 加点水 鸡蛋清主要的物质 其实就是蛋白质 就是蛋白质 对 你看 现在已经有泡泡了 有很多泡沫 这个泡沫呢 你看了 持有时间 它不消散 很厚 另外一杯要模拟 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呢 我们提酒的泡沫 就是模拟 我们正常人的情况 可以有少量泡沫 而且待一会儿 好像就变得越来越少了 很快就消散了 是的 没了 你看这边的区别 这个泡沫还在 那这两杯用来比较什么呢 我们正常男性 排尿的时候 可以有少量的泡沫 但是呢 它的泡沫持续时间短 很快就消失了 你看这个 那是物理的一个作用 对 还有气 你看这个蛋白尿的泡沫 现在还不消失 这么长时间了 还是有区别的 所以如果真的要是 肾病的病人 尿出的蛋白尿 最典型的特点 是什么呢 它的蛋白尿特点就是 泡沫偏小 比较厚 持续时间长 这三个特点 其实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 光靠我们的眼睛观察 也许不够那么准确 对的 那如果我们要去医院的话 我们肾内科的医生 会给我们开什么样的检查 能够准确地判断 我们的尿里面 是不是有蛋白 一件这样的病人 我们会开两项检查 第一项检查呢 说尿常规化验 第二项检查 查胜功能 查血脊肝 尿常规化验 它报告尿蛋白 几个加号 有加号 阳性 就叫蛋白尿 这是定性的一个检查 如果尿蛋白检查 阴性 那就不是蛋白尿 杜先生 杜先生 你以前做过吗 做过 当时还记得吗 有多少个加号 四个加号 挺多的 对 那王先生 您呢 发病的时候 尿里边 有没有很多的尿蛋白 三个 三个加号 对 当时 没有感觉 因为不懂 不知道三个加号 什么意思 那以前 有没有做过 尿常规的检查呀 我在这之前 就没有 类似检验 就没做过 有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体验 是不是只要有加号 就不太好了 是 有加号就有问题 我们看这张图 根据蛋白尿量 我们分成 轻度 中度 大量蛋白尿 轻度是0.15 到1克 每天 中度 1克到3.5克 每天 超过3.5克 叫大量蛋白尿 这是非常严重的 王先生 当时8.19克 杜先生 那个尿蛋白定量 13.48克 每天 超过了0.15 好多倍呀 对 就超过3.5克 大量的麦尿 最高级 所以一个呢 是看我们的尿液 里面是否有这种 很绵密的 很浓的 不易消散的泡沫 再有一个呢 就是要观察 我们做这个 尿常规的一些 蛋白的指标 如果有加号 就一定要高度重视了 赶紧就医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看还有什么样的信号 也提示着 我们的肾脏 已经出现了受损 来 请上第三组道具 大家看这呢 是一双 很大的鞋子 还有一条 很肥的裤子 它的主人呢 其实就是杜先生 跟我们说说 大概是什么时候 穿这样的 很肥的裤子 然后要穿这种 很宽松 很大的鞋子 我们自家游泳车 开到上海以后 腿就肿得不得了了 当时我以为是空的 因为长期开车 自本开车 时间一长 腿就肿了 我说晚上一睡觉呢 可能自动就恢复了 但是越来越走呢 它不消肿 当时我在上海呢 就给战友打一电话 战友就来了 战友来说啊 你这垂肿啊 不正常 不能干别的了 正好我们战友的夫人呢 就是肾病 说你赶快去检查 我那去了上海的医院 你检查 肾病综合症 当时是化验的尿 和化验的鞋 当时要救救助员 当时我这裤子很肥 就这么肥的裤子 我都穿不进去 鞋也穿不进去了 肿到那么严重的程度啊 对 这裤腿很肥 很肥已经不行了 这都穿不进去 穿不进去 再看这鞋这么宽松 然后脚已经绕成 脚就只能穿拖鞋了 那杜先生 能不能辛苦您 到台中间来 我们对比一下 那我们对比一下 您现在的这个腿部 多出来有 四分之一有吗 两寸多一点吧 四分之一差不多 哇 天哪 我记得他当时 大腿都肿了 肿了 就是小腿大腿症了 个全都肿起来了 这裤子都泡不进去了 辛苦您 请先回到座位上 王先生在发病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出现过 水肿的问题 有 尤其是早晨的时候 上午 就是有时候碰到 熟悉的朋友见我 就是说你怎么胖 其实回家一成 体重也没长 后来就觉得不太正常 然后就感觉不太对劲 其实这个胖是打着引号的 应该是肿 对不对 肿 对 主要是哪里肿呢 主要是脸 眼皮 腿也肿 就是脚腕那儿 一按一个坑吧 其实如果说到水肿的话 咱们老百姓 好像多少有一些常识 说肾不好的人 就容易出现水肿的问题 是的 但是容易被忽视 我们正常情况下 可以出现水肿 比如说你坐飞机 长途旅行 坐的时间长 下肢可以水肿 再比如说 我们外出旅游 活动比较多了 下肿部位可以肿 正常可以有这样的情况 但这种肿呢 你休息一天 第二天就消失了 这个水肿 是肾病的信号 为什么当我们的肾脏 如果出现问题的话 会有水肿的这种表现呢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这个水肿 是肾病的信号 为什么当我们的肾脏 如果出现问题的话 会有水肿的这种表现呢 周主任准备的 这一组道具很有趣 这个是模拟什么呢 模拟肾病的情况 水肿的发生机制 我们看 这个红球啊 代表体内的蛋白 正常的比较多 这是代表生病的情况 生病呢 蛋白比较少 你看有差异 我们正常的情况下呢 这水 就是我们每天人体 摄入的水 血管内的水分 它都在血管里头 正常情况下呢 它这个脉围呢 是没有水肿的 由于它蛋白含量 是正常的 把水啊 都保留在血管内 参与各种新陈代谢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种是放不出水的 就没有水肿 那我们再看看 肾病的情况 肾病的情况 同样的水分 同样的水 由于它蛋白比较少 水都在外面 跑到血管外去了 我们看 它就 外围就肿 这代表水肿 哦 等同于这部分 就是代表血管之外的 一些我们人体的组织 对的 血管外 有水分 就是水肿的表现 嗯 对 正常呢 这个水分都在血管内 血管外呢 它有一部分水 它不会出现水肿 那么多 嗯 不会那么多 它由于蛋白滴 水就跑到外面去了 嗯 就外面出现水肿了 嗯 摁着可能会有坑 理解了 第二个机制呢 肾当 有病肾当排水功能减弱 水排不出来 排得少 造成水肿 这么两个机制 嗯 可是周主任 其实我也挺好奇的 嗯 有的时候我要是喝水 喝得太多 代谢又不太好 比较疲劳的时候呢 第二天起来 感觉这个地方 也有点会肿肿的 所以不太好辨别 什么样的肿呢 是其他原因所引起来的 而什么样的水肿 出现的时候 可能直接指向的 就是肾病 我们肾病水肿 它特点有这么三个方面 嗯 第一个 轻的病人往往是 下午比较重 早日呢 减轻 关键看水肿部位 我们肾病水肿啊 首先出现在两个部位 一个是 皮肤比较疏松的部位 眼碱 归音部 另外一个皮肤 下垂的部位 膝盖以下出现水肿 嗯 脚踝部 嗯 小腿 重的可以到大腿 甚至于腹腔出现急液 嗯 有的病啊 我们水肿起病很快的 两礼拜之前 做检查一切都正常 嗯 就突然就全身都肿 眼碱 面部肿 全身都肿 下肢肿 腹腔有急液 这是比较重的情况 还有我们再看看水肿的性质 身当病绝大多数都是这种 可凹性水肿 有坑的水肿 嗯 但少数情况下 非可凹性的 您指的坑就是在水肿的地方 按下去之后 按下去 会有一个坑出现 有坑出现 这就是水肿的典型表现 是的 嗯 那现在杜先生和王先生 腿上还有水肿吗 现在没有了 之前呢 按腿上是什么样的状态 就是一按一坑 还不恢复 睡一觉 它也肿 不像 没有肾病的 如果说走累了 走的时间长了 睡一觉 自动恢复 肿又消失掉了 肾病不消失 嗯 它老肿了 当时出现水肿的时候 您以为是什么原因 引起来的呢 就是时间长期的 就是空的 那段时间您开车 最常开了多久呢 我从北京出发到上海 应该有十多天 所以一直是以为 水肿是空时间长了 对 好治的 那王先生呢 当时出现水肿的时候 腿上有坑吗 有 什么状态 也是一个深坑 然后很长时间不恢复 就觉得可能 是不是喝水喝多了 或者是站的时间长了 或者是坐的时间长了 血液不流通 所以身体一直在不停地 给两位发出警示信号 但是都被两位给忽略了 嗯 所以真的是挺遗憾的 对 那其实刚刚两位提到的 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 就应该及时去肾内科就诊了 对吗 是的 到医院做检查 查尿 查血 就可以判断有没有生病 嗯 他们刚才化验显示 他们生病都很严重的 都大量的埋尿 嗯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常识了 以后呢 只要是出现了身体部位的水肿 又跟头一天呢 喝水没有直接的关系的时候 就应该及时地去就医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看还有什么样的信号 也是肾病早期出现的一些反应 来看这张图片啊 这是一个血压仪 显然呢 这个信号是和高血压有关系 都先让您回想一下 发病的过程当中 您的血压的情况怎么样 在没看病之前 没看就医之前 没量过血压 嗯 因为没看过病 没吃过药 更问题量血压了 到医院之后 人家给量了 但是我不知道多少 但是说你血压高 我说我从来不血压高啊 嗯 您没量过呀 没量过啊 嗯 没有仪器是吧 哎呦 这不信了 哈哈哈 医生的话得信啊 医生不能骗您 对对对 王先生您那当时的血压情况好吗 我记得好像是11年吧 做了一个止疹手术 嗯 然后当时大夫说你的血压有点高 我说好像90 160 有时候还会到180 嗯 然后说你最好到医院去看看 然后我就到医院去 我说找大夫开点降压药 然后说你的降压药 也不能随便开啊 你得查什么原因 就是因为那次检查 嗯 发现 那在那一次之前 有测过自己的血压吗 没有 不知道就会有血压高 而且也没有血压剂 也没有这概念 就是在整个的发病过程当中 其实像水肿啊 泡沫尿啊 贫血啊 甚至是血压高 其实都已经出现了 但是都被我们完全忽略掉了 根本就看不见 其实这些都是可以体现发现 没错 嗯 那其实我知道 如果要是血压高的话 也会带来肾脏的损伤 那肾不好呢 也有可能会引起来 血压不稳定的问题 对 所以这两者之间 应该是相互影响的是吗 关系很密切 嗯 所以在我们室内科呢 来看病的病人 必然量血压 先让护士量完血压 再到真实来 所以高血压也是肾病发生了一个早期的信号 对 我们肾病高血压 很常见 我们国家做过一个调查 肾功能分期 一期呢 肾功能正常的 二期往后肾功能逐渐减退 嗯 我们分五期 一二三四五期 随着肾功能的坏转 他的高血压患病率 从百分之四十四 一期百分之四十四 二期百分之六十五 三亚一期百分之七十五 三B期百分之八十一 四期百分之八十六 到五期 就是尿多症期百分之九十一 越来越多 对 换句话说 随着肾功能恶化 他高血压的患病率是增加的 到最后一期 到五期的时候 尿多症期 百分之九十以上 都有高血压 就是第一个数据 第二个数据呢 针对肾炎而言 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肾炎 都有高血压 非常常见 所以到我们的看病 我们第一件事就量血压 看血压 然后再问其他 那为什么当我们出现肾病的时候 血压就会出现 不稳定的变化了呢 肾病患者出现高血压 有这么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有肾脏病 肾脏结构 所以发生了破坏 它可能会分泌肾素增加 这肾素是生血压的 再激活其他的 食物压抑物质 血管紧张素 全固酮 引起高血压 这是第一个机制 第二个机制 就是肾脏病患者 它排水出现了障碍 体内有水纳 猪瘤 体内水分多 出现水肿 引起高血压 第三个机制 一些感染引起毒素 还有一些 其他的药物 还有一些肿瘤 分泌的一些物质 对血管内皮的损伤 引起血管壁增后 引起高血压 原来这么多的原因 都有可能会导致 我们的肾出现了问题 会影响我们的血压的变化 是的 非常常见 那如果要是肾所带来的高血压 它有什么典型的特点吗 肾脏的高血压的特点 有这么几个 第一个 儿童及青少年多见 年轻人多见 原发高血压 常常是40岁以上的多见 儿童青少年多见 第二个特点 肾性高血压 它常常是先有肾病 先有蛋白尿 它血压正常 若干年以后血压高 蛋白尿在前 高血压在后 这是第二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 肾性高血压 往往比较难控制 常常需要吃两种健康药 或两种以上 一个健康药效果差 第四个特点 肾性高血压 我们正常的血压 是白天高 夜里低 夜里的血压 要比白天低10%到15% 我们叫少型的高血压 肾病的高血压 它的特点叫非少型的 就是晚上的血 夜里的血压 跟白天差不多 夜里的血压 比白天下降不到10% 非少型的 所以这点要特别注意 有肾脏病的病人 我们现在强调 你吃健康药 除了白天吃 还要注意晚上的血压 高血压 甚至于晚上睡觉前 还吃健康药 这四个特点 年轻人多 蛋白尿在前 高血压在后 血压相对比较难控制 需要吃两种以上的家药 第四个特点 晚上血压高 非少型的高血压 所以这些都在提示着 有可能和肾病的发生 有着直接的关系 是 其实今天我们利用了 很多的手段 都是在向大家强调 当肾病出现的时候 早期我们的身体 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解释信号 那辛苦周主任 带着大家再来回顾一下 我们温故而知心 对 我们今天说的 肾脏病的信号 第一个贫血 出现贫血 除了看血科以外 要查肾功能 第二个泡沫尿 泡沫尿里头 大概三分之一 是肾脏有问题 是肾脏的信号 第三个 水肿 常常是可凹性水肿 第四个 高血压 高血压一定要查尿 这四个信号 您不要忽视 好 非常感谢周主任 今天给大家介绍了 这么多有关于 肾病早期的重要的信号 那么看完电视 看直播 有问题就直接问专家 也欢迎您下载央视频 关注健康之路 在央视频上的直播 感谢杜先生和王先生 今天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谢谢 也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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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